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叫YAMAHA 给各位看一下YAMAHA怎么写 YAMAHA 我是买天剑 YBR125 我不晓得YBR125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YAMAHA的这个零件 跟我的原来最后有没有一样 你看这上面写YAMAHA的一个英文字 这边有嘛 空挡开关总成 这个都有编号 那我们把它撕开来看一下 有没有 可以看到 基本上螺母的大小还有螺亚的长度是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开关 你要被顶到 太长也不可以 太短也不行 那这个就是微动开关 那最主要是外面这个也都是用锁螺丝的 因为有些机型是用插销的 这两款刚好都是锁螺丝的 不过它还是有点差异 这一颗螺丝比较大 这一颗螺丝比较小 不过这没影响 都可以插进去锁住 那反而我觉得螺丝比较大还比较好 因为它的接触点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耐久一点 因为这个空挡开关 是在这个引擎的下方 非常容易受到水的影响 那越大的话 就会越耐用一点 那至于说这个空挡开关在哪里 我带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引擎 那它就在这个引擎的下方 正下方 要把这个导流罩卸下来才看得到 那换这个空挡开关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把这个导流罩拿下来 用一个扳手就可以更换了 当然还要加一根十字螺丝起子 就可以换这个空挡开关 那这个空挡开关 我换上去已经骑了好几趟了 那整个换挡的过程 感觉还算OK 那今天就是特别来拍个影片 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找不到零件 你可以到淘宝网试试看 只要用类似的名称 大概就可以找得到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有帮助到各位 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